看一下第二段 它进入了开始入拍了 到这儿是一个可以画一个小豆泡 它还不是一句 那我们先把这前三小节 先梳理一下 它这个前三小节 是第二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 它开始入拍 前面这个泛音部分 都是一个散板的节奏 什么叫散板的节奏呢 它也不是完全自由的 我们除了要去看这个普面 它的这个音乐实质 是一拍两拍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完全是一拍 你停个两拍 一拍半 这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一个散板的节奏 那到第二段的就是真正入拍的 你就要按照这个谱面上的节奏弹 比如说第一个音 它这个五线谱上给你标的很明确 用一个括号画起来的是四个四分音符 也就是说大指七灰调七 这个暗音占一拍 后面那个挠 挠几下呢 挠三下 已经给你写出来了 就是每挠一下占一拍 啦 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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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面的这个 挠呢 我们要重点说一下 这个挠的动作要领 这个挠的不鲜活呢 往往是因为左手对于琴弦的压力过大 我们用这个三成力度就可 不用按的非常实 因为你一实了的话 这手腕就摆不起来 灵活不起来 那什么叫做挠呢 挠就是左手哈 这个暗音哈 在音位上做小幅度的退腹 好 就挠 这个 手腕要放松 哎 以这个手腕为轴 大致第一关节 弯曲啊 保持不动啊 一定要弯曲啊 挺住了 不不 不要伸直啊 是弯曲啊 然后呢 急上 缓下 是一个急退步 用吴景略先生来说 他的话来说呢 就是遇上不上 遇下不下 我们体会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每次 而且都要回到原位哈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注意到哈 我每次到回到原位的时候 我还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 吟 对 增加他的吟效 如果你的手够松的话 别忘了哈 在挠完之后 再吟 好 然后呢 就是还要提示一下 就是这个 第一个音啊 在音乐处理上 我们要 给他弹一个 很肯定的 一个 所以他的上滑音呢 可以给他浓一点的去处理 一个肯定的 一个舒展的 因为他也是这个第二段的手音 好 我们把这个 呃 音 把这个那个 呃 谱子啊 划分这个 呃 乐句 乐段呢 已经给你写的很明确了哈 平沙路焰一共是五段 对吧 嗯 微声部分也是在第五段 五段 段我给你分出来了 但是呢 每段里面 还有他的小的乐句 乐会 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它梳理清楚了 你就会找到一个句子的首尾 那就比较容易 一是容易被谱哈 你可以一句一句背 第二呢 你知道首尾 你也会处理他的轻重音 啊 能够找到这一句的重音 以及逻辑重音 好 哪里次重音 那哪里面是弱 哪里面是强 一般一个乐句的收尾 是一个弱收 那一个起开始呢 那是一个肯定的 一个强调的一个小重音 好 那我们去转一下看哈 这个 然后 然后三下 一 二 三 然后接着这个退 七六 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没声了哈 你就弹一个虚条 这是吴景略先生发明的 这个虚条呢 是向斜上方擦一下琴斜 擦一下 它不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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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斜上方的擦一下 好 然后再复回到七灰 然后抓琴 好 我连续做一下哈 好 这个勾呢 是一个弱收 弹的深沉一点 可以把琴弦稍微压个一毫米 然后勾下去 好 接着往下看 到这里面呢 是一个气口 还不是一句呢 往下 再往下 那下一个 下一行啊 才是它的整个一句 我们先来说这个地方 这个气口 这个地方哈 都从这个脑结束哈 那个脑开始了 这个第二段的第二句的 这个脑 大指七灰勾七 绝对是一个重音 那这句呢 我们要 这个音 我们要给它的上发音处理 是一个 比较长的 比较浓的 音色会比较好 接着也是推七六 虚条 复回到七灰 进六二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 这个短级的一个上发音 这个大指 六灰二 抹七 因为它也是一个重音哈 进五六 复回到六灰二 然后接着是大指七灰 助调七 好 这是刚才直法的梳理 梳理一下哈 我姑娘在楼下玩的小车车呢 滑的声音会比较大 我估计那个收音 应该是会被录下来 我也被打扰了一下 好 我们往下看哈 好 先唱一下谱哈 啦 咚啦 搜 咪 咪 搜 啦 啦 啊 啊 好 在这里呢 换一个逗号 好 这一句的第一个音呢 它是一个调七 你看它直接写调七 它也没有写是用哪个手指头调七啊 那就是往上看啊 它如果省略的话 我们就要往上看啊 还是大指七灰调七 这里面呢 因为第一个音乐有一个强调的一个一个启示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要弹一个快而急的一个上法 你看哈 然后下一个纸板呢 它是极状 这个极状呢 没有给你标这个灰位 但是呢 在这个谱子上哈 这个无线谱和简谱上面都有给大家写出来 就是这个是要上到都 那都呢 就是在七灰就是六灰二 啦 咚啦 搜 这个是 这个掐起呢 是一个掐双弦 因为紧接着我们就要挑六到七灰九 所以可见它是一个掐双弦 如果你掐单弦是这样的 你看 当当 它是不是不连贯就会有一个跳 你看它就连贯了 好 我刚才做了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示范哈 在这里我要重点说一下哈 这个掐双弦 掐双弦呢 明指要打直 用这个骨节去压弦 打直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突出这个骨关节 用这个骨关节去压弦 这个掐起哈 我们往往都是 注注这个大指 其实你只要哈 这个按音按时了 这个掐起 绝对是有声的 往往是因为这个 你这个按音没有按住 所以掐起没声 它不是大指的问题哈 是那个按音的问题 好 那这里的极状呢 我们可以在旁边标一下 就是上六二下七 因为都给你有写上了 对不对 就是 拉动拉搜 这个节奏型也比较特殊啊 它是带负点的十六分音符 接下来的这个节奏呢 也是一个特殊的节奏型 它叫做大切分 就这个 咪咪搜 咪咪搜 中间的这个咪呢 它是一个长音 一般我们看到这种 大切分的这种节奏型哈 就是重音都是在这个长音上 也就是说这个调五这个音 它是这一句的次重音哈 第一个这个调七 它是重音 拉动拉 送咪咪 送拉 唱出来 你就能很好的体会 它的这个哪个是重音 哪个是弱音哈 好 接着接着来看哈 这个有一个带起六弦的这个哈 拉动拉搜 哦 刚才掐双弦的这个说清楚了吗 这个极状哈 它是一个旋律性的状啊 不是装饰性的状 所以一定要转到这个六会二 而不能就 就随便比哄一下 就就就撞了哈 它是一个旋律性的状 因为已经明确的给你写出来的是拉兜 那个兜已经给你写出来的 那是倒六会二哈 然后这个掐双弦 这是这个难点哈 我们要回去多加练习 记住别怕疼啊 把这个明指伸直了 露出骨关节 然后迅速的立起来过渡到六弦 立起来 这个骨关节就要回弯了哈 可能刚开始掐这个双弦的时候 往往就是因为太紧张了 哎回不过来弯 就慢慢练就好了 首先我们要放松 放松手指哈 在演奏的时候 左手要找到那种放松的感觉 好这个代起呢要弱而不虚 好那这个散勾二呢 这个要弱勾 而且还要深沉一点 你看哈这个里面哈 我们刚才弹了多少个大纸七灰挑七的音哈 其实每一个的上滑音啊 上滑的长短以及这个快呢 都是不同的 咱不能每一个就上滑音都弹一个音位这么长啊 通常情况下一般都是上滑 从前一个音位上滑到这个音位 像这个七灰的这个音位 一般都是从七九上滑到这个七灰 但如果呢它要是短而急的呢 你就不能从七九这么长开始上 你可能是从七六啊 或七五左右 因为你要有一个很快的啊 包括如果呢 它是你看像最后一个音 它这个大纸七灰这个挑七 它就要是一个弱手了 那你就不要给它处理的啊 这个右手不要挑的太重啊 用一个中等力度就好 然后呢 这个上滑音呢 也不要过于浓长 所以我们就可以短一点 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 那我示范演奏一下 这第二段的前三小句哈 是什么样的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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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给大家示范了一下什么叫唱谱 怎么唱 大家可能听我唱的这个挺夸张的 但真的你在内心去唱这个旋律的时候 它就要有这种有感情的去把它唱出来 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这些 那如果您觉得还有点用 就给我点个赞吧 鼓励鼓励我 我会很开心的 做视频也会更有动力的 好 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爱你们 鼻心 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